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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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Eiko 现在我在淡水云门门市的Star Park Star Park 在台湾很多间 但是这间有点不同 因为它在半山中 为了符合云门机场印象 星巴克淡水云门 门市在设计上融合了 咖啡 人文 以及自然三大元素 让消费者拥有不同的消费体验 而设计部分结合了 云门意象在门市 门口有个雕像 零件层著作的青筒雕像 巡的影响 现在就要进去看看他们的设计 Let's go 主要的吧台座座位 彩路线型的设计 配搭大片窗户 引进自然绿意 引阳光 在这里喝咖啡很舒服 我身后这个主题呢 是hand drawing的作品 是两层 前面那层是玻璃的 后面那些是真的画 看来好像2D那样的感觉 从这里看着这幅画 更能透过光设 仿石看在自己的身影 感受人融入大自然的 环境下的反噬与影响力 太强了 拍完了 下一站 这就是台湾最大建立的一间沙巴了 就在台中的南顿市 来一起去看看 这里四周围都是大型的落地玻璃 把阳光直接捨进来 采光度很够 这里的亮点除了采光度够之外 还有就是够大 还有这幅客车的话 从一楼观穿二楼来到这里 马上就有设计艺术感了 这位新巴克迷 哪里有可能不来 身后这个花联的新巴克达卡那 全球第一家用白色围图打造成的 而且它的建筑师非常的强 是来自日本的瑞岩 这些围图都是来自各大港口 挑选过再寻玩再用的 话不多说 现在就带你们去看看 这个围图就是去过三个不同的港口 最后来到这里 花联的新巴克 做成这个建筑物了 这就是台北保安街的新巴克 为什么我会来? 带你去看看就懂了 我简单读完了 这个建筑呢 1926年起好了 然后是代表这一区保安街 最福利堂皇的旧建筑 它特别之处的就是下面是旧建筑 下面起了一个新的建筑出来 然后Star Bay又在这里了 我们就一起去看它的设计是怎么样的啦 没有人呢 因为现在10点半他们要关门了 这Star Bay实在太美了 我最喜欢就是它的窗口 好保留着192多年的年代的窗口 那个Move还是Solidwood来的 再看我的窗口 太美啦 很值得来看 它最厉害之处是什么 就是它还保留着以前Casic的Pillar 再加上它在前面做一个modern的玻璃 新谷合璧太厉害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新谷合璧的Star Bay 你们喜欢哪间记得我下方留言 好了我的影片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Like和Share出去 还有别忘记Like我的Facebook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频道 EcoIn 下期再见 拜拜